大家好,今天的講座我們也開始了 看到很多人都已經進來了 也感謝大家今晚8點多晚上 都特意抽些時間去聽我們今晚這個聲鐘的講座 今晚這個講座和以往是特別的 以往我多數都會講一些關於機制上的事情 如何在機制上透過一些策略 令到大家在學習上或者在簡學校上 可以做得比較出色一些 或者進入一些相對心儀相對合適的學校 但是今天我想告訴大家 究竟你現行或者你現在拿著的分數 或者如果是一些低年級的同學 究竟有些什麼可以做到 令到你接下來的日子可以增加你的優勢 當然六年級已經晨三應該考完 六年級的同學 我估計應該不會說到今天都還未考 多數應該都考完 或者可能明天是最後一天 Anyway 希望大家 即是六年級的同學 你的成分試考得很好 在簡學校應該都有一定的優勢 我也分享一下今晚我們的PowerPoint 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全部朋友都有了我們今天的講義 想了解一下是否已經有了 如果未有的話 你可以WhatsApp去郭Sir的電話 我會有同事聯絡你 傳給你 如果沒有的或者找不及的 不要緊 其實你看著郭Sir這裡 都可以的 今天說的話 如果真的聽得不太明白 或者不太理解 除了問郭Sir之外 也可以在Facebook 以及我們YouTube頻道 看看今天我們這場講座 要留意一下 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在這個機制裡面 以及我今天講的這個計分方法裡面 和以往你了解的 是不是真的有些不同 還有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應該是最後最後的一個決定 以及這個分數肯定是準確 我告訴你 讓大家不用整天覺得 為什麼隔壁位的同學考得沒有我這麼好 但是他又派得比我更好 你了解了之後 你就明白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好,事不宜遲 我們去看看我們今天的事情 如果還未讚好郭Sir的Facebook 的話 我們Center的Facebook 立即去搜尋 Casual Ace Learning Center 每一次我們有新的資訊 其實都可以告訴你 如果透過YouTube認識到郭Sir的話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 關於聲中的資訊 也有大部分郭Sir想說的 這些東西其實在裡面已經包含了 看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 或者大家想簡單地看看 其實我覺得看片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YouTube搜尋一下 Casual Ace 也能夠找到 今晚郭Sir也會發一條連結給大家 可以去訂閱 每一次有新的影片 也會馬上通知大家 當然了 如果面臨聲中的同學 大家其實都要了解 郭Sir有一些聲中的資訊 資訊的時段 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小四、小五、小六 你說小六才來資訊的 說真的 郭Sir能夠給到你的意見 就是告訴你 應該要選擇一間什麼學校 但是如果你說低連班 在小三、小四已經開始去想 其實我們可以做多很多不同的部署和計劃 等自己或者小朋友去想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有一些學校 其實他已經想入 或者在一些才能上面 我們所說的一些特異功能 有些課學活動 可能他音樂好些 可能一些藝術上好些 可能在運動上面 他們表現得好些的時候 會不會一些學校更加合適 但是他們是一定的成績要求 我們及早準備會做得好些 除此之外 當然中英數的課程 我們都不能少 我們在網上去做 令到大家觸不出戶 和節省一些交通的時間 也是一個可以很好的選擇 今天一開始 郭Sir也說一下 關於小小的選校的機制 還有這一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都需要去做一些調節 加上在去年 2020年那次的派位開始 其實有一個政取生的計劃 其實是什麼 郭Sir也會說少少 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了解了機制 再聽我們計分方法 這樣就可以整個方向更加清晰 好,看看 今年其實在自行階段 我們面試的選校的時候 我們有網上面試 或者可以自己拍片 三者其實他們各有優劣 你說面對面去面試 當然我們可以即時看到一些反應 網上面試 對於同學來說 他們可能比較害羞的同學 未必會這麼害羞 因為隔了一重 而拍片 當然我們可以做足準備 才慢慢拍 但同時也有很多不少家長 都告訴郭Sir 拍片都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當然 你見郭Sir拍這麼多片 以為很容易 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 以及去準備 但不要緊 其實每一間學校都已經定了 究竟他們用什麼模式 而我預計 因為接下來的日子 我想這三個方向 都一直會繼續下去 即使你說疫情已經完結 所有事情都回復正常 我想面試 面對面的面試 網上的面試 甚至要交影片 都會進行 因為他們每一件事 對於可能學校 或者老師的行政工作量 都有不同的 視乎學校究竟他想 老師想做到什麼效果 或者他們修身的準則 想要求要什麼學生 那就用回相關的方法 接著下去 其實就會說 我們會看到 在3月31日 其實就會收到通知 即是下星期三 如果六年級的同學 你在下星期就會收到 學校的通知 他會打給你的 一般來說 早上應該都打完 如果還沒打完 通常都是一些 各學校 可能下午會打 但是應該最多的學校 打到50個電話 如果兩三位同事 一人打十幾二十個 應該早上打完 還有你記得 學校也會寄信件給你 告訴你 另外 有一件事叫被取生 什麼叫被取生呢? 就是說 在整個機制裡面 你進行了面試 而學校 當然在正取錄 取錄了 40位同學 而這40位同學 當然在必然的位置 都肯定是給他的 但是有些同學 會同時有兩間學校取錄他的 所以在第二次院 可能會有些學校 會騰空一些學位出來 他們就會有一些後補名單 這些同學 就叫做被取生 而被取生 是不會接受 不會收到學校的取錄通知的 你都只能夠在7月份 同一派位的放榜日 才會收到正式的派位結果 有可能在自行階段的學校 即是翻盤 我們叫做被取生 這個環節之下收了你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知道 他收到 但如果你在同一派位 和你的自行階段 挑選的學校 都是同一間學校 你就不能夠知道 究竟你是來自 你的學位 是來自哪個階段 當然 其實最後入到一個心儀的學校 都不管他 究竟是來自哪個階段的一個學位 最重要是有學位 對吧 我們簡單一點 用圖像化去解釋一下 譬如 兩間都收到電話 當然 一定是第一志願獲取錄 因為在自行選校階段的時候 你自行 學校都自行 所以你選一間最喜歡的 應該是第一志願 而第二志願就是你第二喜歡 而學校也會根據他自己的喜好 去收回一些他喜歡的學生 有很多家長都以為 如果我有兩間學校 第一志願都取錄了我 我就有一個決定權 究竟我入第一還是第二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概念是絕對錯的 如果兩間學校都收你 就一定是入第一志願 因為你本身已經排了你的志願 在這個情況底下 如果兩間學校都收 兩間學校都收了 但又心疑第二志願 這一種的朋友 這一種的同學很奇怪 在選擇的時候 你不是應該已經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學校嗎? 無論是在網上解答 或者拍片解釋 都是 你臨到後面 舉期不定選擇 之後又說後悔 選第二志願 比較心疑這些 要怎麼做呢? 我只能夠有一個方法告訴你 就是去扣門階段 就去找回那間學校去扣 告訴他 當日我選了你第二志願 所以我就想離開你們學校 因為喜歡你更多 但是這個機會 我自己去看 相對地 未必有這麼大機會能夠扣進 但是老實說 第一志願如果收了你 其實也不是一間你很不喜歡的學校 我覺得應該值得高興的 接著下去 就是如果第一志願收電話 第二志願不收 或者反過來 第一志願沒有收電話 第二志願收電話 那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收電話那間收了你 是不是? 當然 也還會有一個機會 就是收到第二志願的電話 的同學有機會 在被取生的資格上 被第一志願被取錄 而這個也是放榜 我們才知道的 如果很不幸 兩間學校都收不到電話 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就是成為了一個 可能是被取生 當然你還是不知道的了 或者透過同一派位 裡面我們選擇 隔部的三間學校 以及月部的三十間學校 去收到 去抽到究竟 哪一間學校可以收到你 而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透過我們三次懲分試的分數 以及我們一些選下的策略 去斷定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做得好這件事 好 之後下來有些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的 郭Sir無論是解答家長也好 在網上幫人去解答也好 都會見很多很多這些問題 是否全級前十才有機會有一個自行的領域呢? 好了 想想 如果只是全級前十才有領域的話 大概 現在香港有四百多間小學 不是 不止 很多間小學 中學四百多間 如果全級前十 即是每一間學校 我假設 都是收十個 即只有四千多人可以收到 而全港的學位大概五萬 即連10%都不夠 但是自行分配階段裡面 其實有多少個學位 有三成學位 大概 如果五萬的話 三成 即是萬五個位 即是說 遠遠都不能夠收得完 那些學生的 所以這個位置 大家已經很清晰地 你會知道 其實不一定是前十才有機會 收到自行的領域 問題是 究竟你的結合在哪裡? 你是不是選對了 適合你結合的學校 合適你讀的學校 對不對? 郭Sir 無論是在之前的講座 在我拍的影片裡面 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去選一間學校 不是說 一間結合越高的學校就越好 是不是? 剛剛都說 之前都說過 名校生是否等於品學兼優呢? 這件事其實 有相確的餘地 這是後話 我們之後可以再講一下 下一條問題 就是 究竟自行是否一定選Band 1的學校呢? 其實跟剛才我剛剛說的 上一條問題 其實大同小異 如果個個都選Band 1的學校 那誰會入Band 3的學校呢? 或者Band 2的學校呢? 是不是? 你也會留意到 Band 2的學校也有很多人去爭的 為什麼呢? 又是同一個意思 其實要選擇 根據你小朋友 或者你 自己的Banding 究竟在哪裏 我們選擇一間合適的 你要明白 為什麼我們要把同學分Banding 其實我們是希望 學校希望 同學在相近的程度下 接受一個相同的教育 令到整個學習的差異沒有那麼大 令到的進度 可以大家一致性會比較高些 那就可以在學習上面 不需要說 我們要就一些厲害的同學 夾快些 又或者我們就一些 學得比較慢的同學 我們要慢些 令到其實 哪一種方法都好 其實另一種的同學 或者另一邊的同學 都會辛苦 或者沒有了一個學習的興趣 這個要留意一下